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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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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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老夫就不留客了 旁福, 帶老夫送客 是 包大人, 你為何不再追問下去 說不定他跟高水有所勾結 此人太過鎮定了 而本府已經過得太多了 同時以他廣見權貴的作風來說 與其名差, 不如暗房 以免遭人阻撓 沒錯, 包大人所言甚是 本府還未感謝太子安排 同傳大道的考慮 不必…你我同樣是侄惡如仇 心系黃統 包大人, 倘若有任何需要 只要老夫盡心之處, 請直說無妨 好, 請… 來, 請坐下 要你吧 好… 好, 小心 不然 大娘, 你吃飽了沒有? 吃飽了 包管家, 我們去找個地方安頓大娘 安頓? 是呀 小姐, 我們大娘的錢有限 別這麼多事 怎麼還沒死呢? 大娘, 走了, 我們帶你去住店 好 朱小姐 朱小姐… 拜託, 借名… 大嫂, 你要好好住在這裡 不要亂走 但是我要找寶娃… 大娘, 先喝杯水吧 我會帶你去找寶娃的 不過你要先告訴我, 寶娃姓甚麼 住在哪兒 是呀 寶娃的爹叫甚麼名字 你也知道吧 是呀 爹 不要殺我, 不要殺我 不要殺我 大娘… 你不要怕我 不要殺我 寶娃, 不要殺我 寶娃, 不要殺我 寶娃, 不要殺我 小姐 不要殺我 小姐, 你怎麼這麼答應別人 說了就是要做的 包管家 你看人家嚇到這個樣子 你不可以安慰別人 你不可以安慰別人 大娘, 抓不到怎麼辦 是呀 幫我走… 我要大娘 不要… 大娘… 寶娃… 大娘, 你到處去找 跟大海撈針有甚麼分別 就這樣吧, 我們先坐下來 好好地商量一下 我要找寶娃 包管家, 你留下來陪大娘 我現在要出去 幫大娘買衣服回來 要我留在這裡 是呀 是呀 那…那不是很好吧 我是體諒你, 才讓你留在這裡 是呀 男女瘦瘦不襯 你…你和大娘… 好… 好…你去買, 我留在這裡 這樣就行了吧 好… 我去買? 是呀 我去買女衣服? 是呀 我這輩子都沒買過 去哪裡買 去買甚麼衣服我都不知道 包管家 你叫我買女衣服 我怎麼會買呢 怎麼知道你赤穿也不對 是呀, 真狐猥 包管家 為甚麼只有你一個人 就是小姐呢 包管家, 是不是你 你是誰, 你想怎麼樣 不要殺我… 你認識她 走開 不要 真是你, 是你 你居然還要死 鳳華呢, 我的女兒呢 你還把女兒還給我 你去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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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殺的? 請問道長, 怎麼稱呼 你肯定他就是殺死喜鳥的怡兇嗎 他手中的長劍, 劍柄尾端的太極徒羊 跟殺喜鳥的空氣上的黑技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人也來了京畿 或者可以在那位婦人身上 查出他的身分 展護衛, 在 鮑元救了那位婦人現在在哪裡 鮑元 我讓老爺來做一條船 三叔 老爺 三叔, 我知道你又想罵我 但是我難得來一次京師 而且又是我強行抓包管家來的 你千萬不要怪他 你要罵的, 你就罵我一個好了 我一會兒再罵你 你帶來的那個婦人現在怎麼樣 她剛才被那個蒙面的男人嚇得很害怕 而且還哭得很傷心 我剛剛才哭了她睡 那就讓她休息一下 我問你 你知不知道這個婦人是何方人士 叫甚麼名字呢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她受了刺激 經常說話模模糊糊糊 不斷吵著說要找她的女兒 她說她的女兒叫寶娃 寶娃 是呀 聽起來好像是語名 她是甚麼的 不知道 是啊, 大娘說 是那個蒙面的男人搶走她的女兒 我們只要找到那個蒙面的男人 就可以找到她的女兒了 三叔也要找那個蒙面人 真的嗎?大娘就希望找到她的女兒了 我不可以睡, 我要找寶娃 大叔, 你幹甚麼? 我要找我的寶娃 大娘, 你又想幹甚麼? 我要找我的女兒 大娘, 你別哭了 哭得多, 眼睛會腫的 你放心 我三叔一定會幫你找寶娃回來 你三叔… 寶娃… 大娘… 寶娃 寶娃… 寶娃… 寶娃 你別哭了 寶娃 你別哭了 寶娃 你別哭了 寶娃, 你是誰? 你怎麼這麼兇 他只是想看你的手臂上有沒有刀巴 我為甚麼要讓他看? 他在找她失散的女兒 因為寶娃的右手臂上是有一條刀巴的 寶娃 寶娃 大娘, 他叫緊義, 他不是寶娃 緊義, 你為甚麼不讓她看? 寶娃… 我說過了, 我不是她的女兒 寶娃…你別哭了, 寶娃 大娘, 你認錯人了 寶娃, 你別哭了 你別哭了, 大娘 你不可以看到女孩子就抓住人家 你忘了嗎?上次你還被人打 寶娃… 走吧, 大娘, 我們回房間 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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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娃也可以查證她和高帥的關係 甚至可以因為這樣找到寶娃 成全她對母女團圓的心願 大人, 學生是擔心 在這麼短時間 恐怕不容易捉拿那個道士 這樣就會迎判查證高天兒的身份 況且皇上命令大人 聽叫阿祖入宮面勝 這樣… 除非本府能夠證明高天兒真正的身份 否則就算沒有頭上的烏紗帽 我也不會帶高天兒入宮面勝 那麼高天兒 那當然, 她的蠢女人 寶娃… 寶娃… 很高德 最前面對那天兒 阿翁 阿翁 爹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沒事就別在這裡找我 以免壞我的大事 謹儀是有重要的事,要問你 有甚麼事? 爹,我手上這條刀包 阿翁,真是你說的 是小時候被仇家刺傷的? 當然是,當然你娘死了之後 爹帶著你行走江湖 途中遇上了仇家 對方竟然用你來要脅 想逼你爹就範 而且還砍傷了你 幸好仇家最後都死在爹的肩下 阿翁 你為何突然問起這件事呢? 我今天遇到一位婦人 她說她的女兒手上也有一條刀包 所以… 所以你以為你是她的女兒? 不是…我只是見她可憐 到處找她的女兒寶娃 她的女兒叫寶娃? 爹,你認識她嗎? 何止認識她 如果當年不是我一時心願 我早就殺了她 當年包克子運我進大牢的時候 我曾經委託一對夫婦 照顧你們母女 而且連我一生的積操 都交給他們幫我保護 真是想不到 他們夫婦為了貪財 竟然將你們母女的安全置於不顧 你娘的死 他們夫婦推卸不了責任 我放了出爐之後 知道了這件事 立刻去找他們夫婦算帳 結果我這個不說義氣的朋友 死在我的肩下 那個女人 當時她抱著一個 跟你差不多大的小女兒 就是寶娃 我當時一時心願 放過了他們母女 等到我找回來 我才看清楚一切 進了道家 真是報應 那個女人害了你娘 現在她自己也嘗到 沒有了女兒的痛苦 那真是一步還一步 爹,你的意思是說 她是害死娘的罪魁禍首 沒有 當年他們夫婦 如果一直陪著你娘 你娘應該還在 爹,你不打算去找她報仇嗎 她沒有了丈夫和女兒 自己也瘋了 這些報應應該夠了 不夠… 娘是她害死的 我…我要找她報仇 不要緊,不要激動 這裡是荊基重地 爹,你放心 我一定會小心的 我絕對不會放過她 報情,你還是不肯帶高天儀入宮 臣可以掩著良心行事 請皇上明駕 天儀是朕的親生骨肉 帶天儀入宮 怎麼會掩著良心呢 會皇上 未臣心中始終有疑惑離戒 好,那證據呢 拿證據出來 朕可以處她一個欺君之罪 是…神…神兵無實據 所以,朕不能因為你一個人 一廂情願的想法 就白白地沒有了一個兒子 更何況朕的母后忘孫深切 文武百官,橋手盼望 早日立太子 而你偏偏又遲遲不讓天儀入宮 就連朕也會認為你是別有用心 皇上,未臣致入事已來 無時不以朝廷捨職為師 無刻不以皇上百姓為廉 不敢有半點思心,思好倦怠 對,只是皇子身分的真假 的確是關乎大宋國造皇室血脈之大事 其實更不可以有片刻疏憤 所以一再拖延,以求殘命真相 真相早已擺在眼前 天儀有徒兜為憑,又生武為正 而你始終查不出反正 你要朕怎麼相信你 為皇上,微臣並非一定要證明 高天儀的身分有假 只是唯有除去微臣心中的半點而劃 微臣只能完全相信 高天儀是皇室血脈,皇上指辭 到時,微臣才會帶高天儀入宮面聖 不用了,太后已經等不前 至於朕根本不想等 朕明禮明早早把高天儀帶入宮 其他的事就不用多說 臣斗膽 皇上,高天儀爛臣坐轎壯高皇上 皇上,微臣既然受理此案 在事情未明之前 微臣不敢遵旨 好,那朕現在就霸你的官 取你的職 皇上 既然如此,你就可以不理這件事了 臣…臣遵旨 大人,你既然罷了官 我弟兄四人願意跟隨大人 一起離開開封府 請大人收留我們 好,皇上現在正在盛路 老夫離開是迫不得已 你們留在府中有用處,起來 是… 大人覺得沒錯,大人只是暫時離開 大人真假皇子身分確定了 不過皇上一定會請大人回來的 你們四位繼續留在府中 追查高天儀的有關事項 大人被罷了官嗎? 展戶是來頓的客人 辦法官不要緊 有件事你要立刻去辦 大人請說,老夫想了很久 高天儀真假皇子身分的 所有人證物證都是這麼齊全 就好像安排好的一項 現在唯一虛擬證實或提出反證的 只有當年接生的尹婆 大人,張龍召府不是曾經去打聽過嗎? 沒錯,不過只能證明 當年皇秋葉的確曾經生下一節 但是我們並沒有聽到尹婆的親口公辭 同樣能夠親耳聽聞 或者能夠消除奴婦心中的疑惑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可以證實高天儀真是皇子 不是皆大歡喜嗎? 請大人放心 屬下定不容命 盡快把尹婆接來見大人 展大哥… 三叔,展大哥要去哪兒? 老爺,發生甚麼事? 老爺,老夫被罷了官 可以回奴家好好孝敬嫂 甚麼? 誰這麼大膽,這麼大老爺的官 是皇上 這個胡同昏棍 放棄 公孫先生 學生在 老夫既然已經罷了官 自然不便留在府中 你就安排我在白雲寺住 是… 老大女 三叔 我和朱小姐,那…怎麼辦? 你們都是我包家的人 當然也要離開 你們先回去合肥老家吧 我… 但是三叔,我們一定要回去嗎 三叔已經罷了官 你們沒有留在這裡的理由 我… 好了…沒問題 我只是想和天儀天約道別 好,走吧 走 高孫先生 學生在 皇上的口語 命高天儀、高天佑 隨武入宮面聖 你們通知他們準備一下 準備入宮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天儀 還不快謝謝公孫先生 說這個好消息給你 謝謝公孫先生 我今天是不是真的可以見到皇上 當然是真的 請問公孫先生 射弟天佑是否可以一起入宮 太好了 娘,我可以入宮 好了…請各位準備一下 好…送公孫先生 不敢 請 天儀,太好了 娘,我從今之後 我就可以見到皇上了 我稱呼他甚麼 當然是稱呼一聲皇上 我… 天儀,恭喜你 馬上就會平暴清雲 坐擁富貴 天儀,義父跟你說話 你在想甚麼 天儀 天儀想著娘 娘心裡一定有很多感觸 是嗎?娘 娘心裡 確實有很多 很多說不出來的心事 我等了你 我等了你一天 等了很久 但是現在等到了 我反而… 娘 娘 娘 這麼多年來 你受苦 等我真正見到皇上 我會向皇上品順娘心中的慰恩 請皇上補償給娘 娘 娘 娘,你別哭了 別哭了,娘 天儀 娘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等你當皇上之後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天優 知道嗎? 娘,天儀不會忘記的 娘 娘 天儀 天儀 天儀,不要哭了 娘 天儀 天儀 好了… 天儀 你很快就會見到皇上了 他是你的親生爹 你說說你現在的心情吧 我也說不出來了 天儀 我早已經習慣了母親生爹的日子 我有些… 我有些… 有些甚麼? 我很想見到皇上 但我很怕見到她 我覺得我和她的距離很遠 很遠 但是…天儀 我特別想見那個叫皇上的人 天優… 天優… 天儀,快點去準備一下 換個衣服 天優 別哭了 是,義父 娘 你別難過了 天優,我們去換衣服 乖,快點去 娘,別哭了 天優 記住,入宫裡 別以為我不在身邊 你就可以亂說話 你要知道 只要說了一句話 就會害了你自己和天儀 怎麼還沒到呢? 母后,你不用急 天儀很快就會到 我怎麼會不急 昨晚一刻 我開心得整晚都睡不著 對了,皇上,你看看 愛家給天儀的禮物就是九龍玉佩 不知道天儀喜不喜歡呢? 喜歡的,天儀一定會喜歡的 是 母后,兒子有一件事想品述母后 甚麼事 昨晚人事包請求見枕 高公子進見 天儀召見太后,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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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儀召見太后,我還看到你 我看看,很好 不錯,謝天謝地,我看到我的乖孫 對了,我還準備了一份禮物給你 你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謝謝太后 來,快點見你的父皇 快點 天儀召見皇上 免禮… 免禮… 你應該叫父皇才對 父皇 天儀 天儀,快告訴我 這麼多年你是怎麼過的 你一定是熬過不少苦了,是不是 其實也沒甚麼 我住在豔平的時候 生活也過得很簡單 小姑娘,請 請用露婢才行告退 如果有任何需要,就儘管吩咐 好,你退下吧 是 再見 這兒就是我以前住過很多年的心宮內院 為甚麼看起來有點不一樣呢 不只是莊王擺設不同了 四周的人都不同了 就連氣氛、感覺都不同了 當初我入宮的時候才是十五歲 和皇上也都恩恩愛愛過了一段日子 是一段很值得懷念的美好日子 我從一個甚麼都不認識的孩子 變成一個婦人 我得到了太多的寵愛 也得到了太多的妒忌 怎麼也想不到會有後來的早餘 滄海桑天 小死變化真是很大 奶奶 就連天佑都已經這麼大個兒子 老春 二十年 二十年真的這樣就過了 天佑真是有很多人喜歡 只是不知道包請為甚麼 始終都要這麼堅持 包大人不是一向都是這樣的嗎 奴婢擔心的是 太后這樣日夜期望 很不容易才會見到孫子 萬一…她… 或者天佑真是朕的親生骨肉 那也說不了 這樣說也對, 奴婢真是太多慮了 那是誰 乖 會皇上, 她是高天兒的弟弟 高天佑 高天佑 好, 她是高天佑 她是高天佑 我好, 她是高天佑 她是高天佑 慢著生, 別急著 你吃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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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高天佑嗎? 是呀, 我就是高天佑 高天然是我哥哥 你在這裡幹甚麼? 我在跟花聊天 跟花聊天? 是呀, 叔叔 叔叔… 那…不要緊 叔叔, 你…你跟他們聊天嗎? 他們會聽的 是嗎? 是呀, 以前我試過 你如果跟花聊天 他們就會開得特別漂亮 叔叔, 你也跟他們聊天 叔叔, 你們看看 你跟他們聊天, 說吧 你很漂亮 跟他說… 我…我跟他說嗎? 跟他說, 你很漂亮 你…你很漂亮? 是呀…尬尬他… 尬尬他, 他的衣服很漂亮 尬尬… 你跟他們聊天 是呀, 接著再疼他們 是呀… 奇怪, 皇上為何跟這個小孩這麼討厭 如果是他的衣服或許會辛子 還會惱忘了 成功 尬尬那個叫血 啊, 媽媽 你和你和你一致 來? 你和你一致 你娘是蓮蓮嗎? 不是, 我娘叫黃秋蓉 黃秋蓉 叔叔, 我真的要走了 叔叔再見 叔叔, 這裡太大了, 我認不出路 老婆婆, 你帶我去找我娘好不好 好 天佑, 天佑 天佑, 天佑 娘 天佑 神殲, 叩見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你就是皇上?不是叔叔嗎? 天佑, 快跪在那兒, 叩見皇上 皇上 你就是蓮兒嗎? 起來吧 謝萬歲 謝萬歲 叔叔叔, 你真是皇上嗎? 天佑, 不得無禮 不要緊… 朕想起來了, 你能歌善舞, 又擅長詩詞歌符 你沒有嗎? 成無皇上不起 朕有一件事想問你, 你一定要重實品告 天佑, 她是… 歹洲皇上, 天佑的確是皇上的骨肉 朕願意相信你 你為朕俘育皇子成長 就不一定會好好的賞你 謝曼瑞 公孫先生 昨天包管家帶回府中的那位婦人 你有沒有見過? 有, 早就出去了 她一個人? 還有錦兒姑娘 寶娃…寶娃… 寶娃, 你在哪裡? 寶娃… 你不是說帶我見寶娃嗎? 寶娃呢?她在哪裡? 為什麼我不見她? 你的寶娃就住在下面 真的嗎? 真的嗎?我怎麼看不見? 寶娃…她在哪裡? 你再仔細看一看吧 在哪裡?我怎麼看不見? 她在哪裡?寶娃… 怎麼沒有?她在哪裡?寶娃… 寶娃, 你就是寶娃 誰是你寶娃? 你這個賊婆還娘給我 你…你說什麼?我就是你娘 你胡說?我娘就是你這個賊婆開死的 不是…你搞錯了… 寶娃… 我是你娘, 你相信我吧 寶娃, 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你的娘 寶娃… 寶娃, 你相信我 寶娃, 你相信我 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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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娃, 你既然懷了天意 為甚麼不早點通知公宗? 就算你當初離宮的時候你不知道 以後知道了 也應該盡快通知公宗才是 萬一在外面出事怎麼辦? 回太后, 畢竟蓮兒當年曾經是公宗的人 心知公宗的事 在權力鬥爭之下 甚麼事都會做得出來 如果當年就通知公宗 雖然可以免除顛佩流離之苦 但是在權力鬥爭之下 天意還可以沒事生存到現在 蓮兒無禮, 才批評公宗的事 請太后恕罪 算了, 我現在不怪你 但是當初你這麼年輕 為甚麼會想得這麼透切 安排得這麼妥當 不敢有門太后 這些全部都是收容蓮兒母子的膏水 想出來 她怕天意蓮幼進攻, 難以保存 所以等天意年過二十 才敢表露身分 而且為了確保萬無一失 直到包大人出巡的時候 才敢露面 不錯, 有包輕在自然安全很多 不過無論如何 天意的義父高水 對皇室是有功的 這樣吧, 你通知她, 叫她入宮 我要當面好好報仰的幾句 是 甚麼?她在大娘實在中? 是, 錦兒姑娘帶她出去之後 她就一直沒有回來 錦兒是高天兒的貼身護衛 按道理, 跟那個婦人 不可能有任何恩怨 應該不會傷害她才對 很難說, 別忘了 高家一家人 被人有種摸不透的感覺 錦兒也不例外 是 而且在那位大娘身上 或許可以追查到 殺害喜爵的兇手 沒錯, 這兩個人一牽連 關係就大了 如果喜爵之死跟高家的人有關 那位大娘的失蹤跟錦兒有關 也合情合理 不過這只是推雷 現在還要長家查證 是 學生會去找錦兒問清楚她 府中一切不錯 一切都好 不過高水接到宮中存子 要她明天進宮綿盛 看來高天兒應早歸宗 又近了一步 可是大人對她王子的身份 仍然有所懷疑 那又怎麼樣 太后皇上都對她稱來有加 滿朝文武又人人稱何 老夫就算有所懷疑 畢竟無官無職又豈能抗衡呢 是不是龐太師他 龐太師所以反對高天兒入宮 並非跟老夫一般有所懷疑 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著想 沒錯 如果高天兒被拆立為太子 龐娘娘再受寵愛 也只能自己得益 龐太師父憑女貴雖然已經是必然 但是憑孫兒父的機會 已經肯定無望了 所以才會跟大人站在同一立場 反對這件事 所以獨目難知大留 目前高天兒是否會被拆立為太子 老夫已經無能為力 只提大宋趙家是否蒙天眷顧 好了 或者展眷顧在塞州方面 可能有修王也不一定 但願如此 但願老夫的怡慮都是多餘的 也但願高天兒真是皇上寺寺 否則… 來… 奉旨祝勤報清天 帶天尋守到明間 鐵面五四人稱讚 共正聯名天下傳 可能會死驚太太 再登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